悲剧,老人物把白草枯当酱油做红烧肉,一家三口人进医院抢救,杀余地,一被家人骂赌气喝下白草枯父亲回应,趁远起与顾客争执,昨晚23点56分浙江省人民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医师费敏,发了一条朋友圈,老父亲眼睛不好物把白草枯当酱油炒了一碗红烧肉一家人吃完才发现, 急诊室真是一个不断上演人间悲剧的地方啊,快报记者马上联系了肺医生肺医生为抢救,这一家三口,从凌晨一直忙到早上,他陆续提供了一些情况,老父亲把白草枯当酱油做了一碗红烧肉一家四口,夫妻俩都是40来岁来自云南,他们认得清的一位老人做了父亲60多岁他俩, 还有一个19岁的儿子夫妻俩带得清回收就货物为生,昨天晚上夫妻俩的老父亲给一家子做饭他眼睛不好烧菜时看错了,把白草枯的瓶子误认为酱油烧了一碗红烧肉,据他说烧的时候他还尝过酱油,的可是居然也没有尝出异样,来昨晚这家人, 七,八点钟才吃饭,男主人吃了四,五块肉女主人,吃了三块老人自己也吃了 唯独幸运的是19岁的儿子没有吃吃了几块之后夫妻俩才觉得味道不对,然后问了老人再去看了厨房,才发现父亲弄错了把白草枯当酱油了,他俩还是知道白草枯的厉害,的马上从德青大车来到,浙江省人民医院白草枯刚刚喝下去,实是没有什么症状的症状是逐渐体现的, 所以两人到医院时状态还好,但省人民医院急诊科接诊后不敢怠慢,马上对二人进行了一系列的检查和抢救措施,夫妇俩赶紧又通知还在德青的老人赶紧洗胃,再到杭州来治疗夫妇俩尿叶送去室内科做了白草枯半定量检测凌晨两点多结果出来了, 男主人显示胃强阳性女主人显示胃阳性证实的确是中毒了男主人尿氧,呈现深蓝绿色表明强阳性,凌晨两点半老人也在得清洗完胃,送到了省人民医院,后检测尿氧尿叶百草枯浓度检测,也为阳性凌晨六点不到,三人都已经做了第一次血液灌流,家里唯一没吃红烧肉的就是他们19岁的儿子也已经赶过来, 照顾他们了,厨房摆草枯不知哪里来家人,已报警早上八点半记者赶到浙江省人民医院急诊室,中毒的老人去做血透了夫妇俩都躺在急诊室病床上夫妇俩都瘦瘦小小,皮肤黑黄两人状态都还可以,还没有出现不适的症状,男主人老赵化名还愿意和人沟通女主人则神色,非常难看。 从老赵的叙述中,记者又了解到更详细的一些情况,老赵一家人住在一幢三层小楼里包括农药,收来的废物等杂物,统统放在一楼包括厨房,餐厅,客厅等都在二楼三楼是卧室老人,肢体有残疾眼睛,有一只视力也很不好,平时老人做饭比较多, 做好了大家一起吃,厨房里这瓶百草窟,他们也带到医院来了笔饮料瓶,稍微大一点平体就是酱油色的,里面的液体也是棕色的如果不看标签,不认字的话看上去还真是有点像酱油,上面写着百草窟浓度20%,可老赵对这瓶百草窟很有疑问, 他说他确实有买百草窟给后院的菜园除草,但不是厨房里出现的这瓶百草窟的款式,他从来没看到过这种,也不知道哪里来的老赵,问老人老人又说,以为是他们买的酱油,是从一楼拿上去的现在一家人对厨房里,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一瓶百草窟,也搞不清楚据说老赵儿子已回得清报过景吃的时候, 老赵是觉得这次的红烧肉不但一样颜色不够红不香,有点苦但在外累了一天回家,又热又累又饿,好不容易到了晚上,可以休息,就开了平冰啤酒过着红烧肉吃了,后来老赵的儿子也回来吃晚饭,他听爸爸说,红烧肉,有点苦就到厨房里去看了一眼,结果一眼看见了百草窟老赵,在问老人老人说烧红烧肉的酱油, 就是从这个瓶子里到的,中毒症状但不明显截至记者发稿时一家三口状态上课,我问费医生他们是否还有生还,希望费敏医生,说白讨哭中毒的病人,一开始可能症状不明显,特别是24小时内,有可能只是喉咙会有些疼痛沙哑, 而一旦病人病程进展会非常快,可能很快会感觉喘不上气,心慌,有些病人在三到五天内可能就会死亡,但这一家三口的特殊之处,在于医院从来没有碰到过把百草窟当作酱油放在烹饪里面用的,百草窟液体经过高温处理,之后,对人的毒性怎样还要再观察, 从患者的尿液的半定量检测来看,女主人和老人体内百草窟浓度稍低,一些希望可能大一点,男主人的尿液检测做出来是强阳性,也就是说,体内百草窟浓度很高,这个育后可能会更糟糕,一点具体症状,要24到72小时后再看老赵的儿子瘦瘦小小,戴副眼镜一直在上上下下忙碌, 这具老赵讲儿子刚刚考上大砖,然而他现在身上将要承担非常大的压力,不仅要有一下子失去亲人的心理压力,还会有沉重的经济压力,光是前三天的抢救,三个人可能就要五六万左右,后续治疗还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售卖和使用百草窟,都是违法行为浙江省人民医院,每个月要收医,两个百草窟的病例,几乎都是 浙江省各个县市送下来的费女副主任医师,再次强调,百草窟有巨大的毒性,它属于强氧化剂最大的特点,是玉草而窟玉土而化它进入人体后,对肺也有很强的氧化作用,会引起肺纤维化同时对肾脏,肝脏也有很强的毒性人体脂, 要接触到五毫升的致死量,就会引起多脏气功能衰竭,不同于其他的农药,百草窟没有任何的解毒剂,超过致死量就几乎无药可依依学上能做的,就是希望患者及早就医通过洗胃等措施,清除人体还没有吸收的毒素,对于已经吸收到体内的毒素,用血液净化等方式来抵抗它的强氧化作用, 但如果进入体内的百草窟含量超过致死量也是没有办法挽回的,所以大家对百草窟农药一定要小心,小心,再小心不要贪图除草效果好去购买,万一出个意外没有后悔药可吃的同时国家也已经明令禁止出售百草窟,售卖和使用百草窟都是违法行为,一旦查到会被严惩发现售卖百草窟的, 大家可积极举报实在搞不清楚,该投诉到哪个部门的可打12315消费者投诉热线,12345市民服务热线